下一個齁 我們來談這個 警察在執勤的一些話術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您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是9月19號竹北地區 很多警察包圍志工阿嬤 就要盤查身份 這時候警察說了 他說 你可以拍我的被髒 不可以拍我的臉 這個法律觀念對嗎 然後下一頁 那個警察說 誰錄我 就盤查誰 所以一般民眾被警察這個盤查 就是被警察攔下來盤查之後 我們要一個法律觀念 我們讓全國民眾知道 有沒有權利就是 露營來保護自己嗎 副署長 民眾有這個權利嗎 民眾有這個權利啊 有沒有 有嘛齁 那個可是警察說啦 他說誰錄我就盤查誰 警察可以這樣恐嚇百姓嗎 我今天不在講個案啦 我在講通案喔 法律概念 這個我們要 我們內部要好好的 教育同仁 事實上民眾也可以他 可以他自己來保護他自己 對嘛 我問清楚齁 讓全國百姓了解他的權利喔 民眾在警察執行請務時 可不可以自行錄音錄影 可以嗎齁 可以 那員警可不可以主張銷箱錢或是隱私錢 說你不能錄我 不然我跟你談查喔 他只要不要 拿出去外面PO的話應該是OK 你看一下 你先回頭看一下 這個法務部已經有說明過了 那個 那一頁法務部的說明部分齁 來齁 在公開場所自然能為了維護本身權益的必要齁 基於單純個人活動目的齁 這些點點點這些自行錄音錄影行為齁 來反過來恐嚇人民說誰錄我我就盤查誰齁 這個 高雄的這個地方法院的這個檢疫庭也有一個裁定齁 公務員齁 就是現在比這個例子都警察 對於人民執行公務時候 本身極為基本權拘束對象 自不得對人民主張基本權 也不可以齁 公務員基於私人地位在公共場域中所得 受隱私權之保障 亦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 這個理解吧 這個已經有法律了 所以齁 這個部分就是請你們在這個以後齁 警員齁 執勤的時候齁 請警員齁 當民眾有自保的行為齁 不要用這個動輒就是用恐嚇的 好你錄我我一定查你 好像 我們當然肯定警察同仁的辛苦齁 在盤查過程中會有很多辛苦 但是我們公民也有自保的權利齁 所以這個部分請警政署回去的時候 這個在有關這個圓警的這個質詢信念方面 再加強有沒有問題 可以 齁沒問題齁 好謝謝齁 謝謝副市長 謝謝